第327集 这火球打到我身上 这个冲击力让我微微侧歪了一下 斩下去的罚剑偏了一点 这一剑看在白蛇身子当中 把它斩成了两截 但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白蛇虽然一分为二 但是它上半身的速度不减 仍然闪电一般弹过来 咬在我的心口 被咬到的位置感觉不到疼痛 只是微微的麻了一下 就在被蛇咬到的同时 胸口种子散开的位置 突然一阵紧缩 突然一股炙热的气息 从这里爆发出 顺着被蛇牙咬着的地方就喷出去了 那半尖白蛇就像被打了气的气球一样 瞬间膨胀了几个 但是它下半截是空 被灌进去的气体连同它的毒液和下水 顺着被斩断的切面喷出去 一点没糟紧全都喷在赵斯的脸上 白蛇的毒血和下水啊 就像是被邱不老灌下去的磨酸一样 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赵斯脸上的皮肉完全被腐蚀掉了 他的前半脸变成了一个骷髅 赵斯双手捂着已经没有了皮肉的脸 倒在地上不住的翻滚哀号 这时爱胖子已经抽出来第二张符纸 正要打出来的时候 见到赵斯的惨状 惊骇之下 这符纸就像粘在他手上一样 哆哆嗦嗦就是甩不出来 他这符纸是特制的 见风之后马上就得打出来 在手上这么一粘火 符纸直接就变成了火球 矮胖子的心思都在赵斯脸上 等明媚过来的时候 整条小臂都着了 矮胖子连退了几步 边退边拍打胳膊上的火苗 因为火服干燥的需要 矮胖子衣服的布料 夹杂着少许磷粉的成分 那磷粉遇到明火 眨眼之间的功夫 本来还在小臂的火苗 已经窜在整个胳膊上 这时候赵斯已经停止了挣扎 彻底断了气 再看到矮胖子被火烧得嗷嗷叫 看着火势转眼之间 就要弥漫全身 我这心一软 算了 这也是老天爷给我报仇了 留他一条命 就算落个残疾 也比丢了命强 我提着罚剑 几步就走到矮胖子面前了 举着罚剑 对着矮胖子着火的 胳膊就斩下去了 本来想着 断臂救他一命 顺便也算报了 刚才他用火球打我的筹 没想到这矮胖子被火烧昏了头了 上窜下跳之际 竟然低着头 把这脖子往剑锋上送 没有任何的阻力和声响 眼前只是血光一闪 一个大脑袋就掉下来 在地上滚了几圈之后 这脑袋停住 脸正对着我 这个脑袋还是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 可能正在纳闷 为什么会在这个角度看我呀 这算是你自杀的 转眼再看 对面剩下的那些人和魂猫 才发现感情那边也乱逃 刚才罪剑没有打中矮胖子 历劫落地 马上有几个石火的过来抢 但是接触到罪剑的人 无不例外 全都倒在地上抽搐 这里边还真有几个反应块 见到不能用手触摸罪剑 其中一人马上脱了衣服 包裹在手上 捡起了罪剑 刚才罪剑的威力 众人都看在眼里 剩下的人看红了眼 马上就有人上前铭抢 众人的注意力都在罪剑的身上 加上都以为赵斯和矮胖子 多少能撑一阵子 这俩人转瞬之间的惨死 竟然有很多人看都没看见 还他妈窝里斗 老赵和何大哥 人都没了 刚才和赵斯斗嘴的安鬼子 突然大喝了一声 这一声之后 这些人才算安静了下来 转头看向我这边 都是一脸惊恐的神情 一个脸上都是血麻子的人 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缠过衣服的手上 举着一把短剑 虽然已经是满脸血了 但他还是对着短剑 一阵的傻笑 没等他的笑容落下 我右手对着罪剑的位置 虚抓了一把 这人眼睁睁地看着罪剑 从他手上消失 重新回到了我的手上 这人红着眼睛 赤手空悬向我这边冲过来 但是没跑几步 就看到我脚下赵斯 和矮胖子和德哥的惨像 绕了个圈之后 又跑回去了 我现在满头满脸 都是和德哥的血 不用照镜子都知道 自己的形象 恐怖到了什么程度 看着对面 几乎都是一脸惊异的众人 我心中一动 慢慢地向着 他们的方向跨了一步 这一步刚刚落地 安鬼子就凝笑了一声 一起上吧 安鬼子的话音刚刚落下 我突然脚下发力 迎着这些人的方向 冲了下去 我这个举动 让安鬼子众人都是一愣 没有人想到 我会一个人对着他们 反冲下来 安鬼子本来已经 迈出其的腿 又收了回来 嘴里开始不停地怪叫着 引得周围的魂毛 向着他这边聚拢过 眼看着我已经冲到距离 这些人只有十多米远的时候 手中的罪劫 突然对着安鬼子 脑袋就甩出去了 没人想到我跑这么近了 还会来这一手 这个距离 加上罪劫飞过去的速度 安鬼子根本没有闪避的机会 罪劫没有任何悬念 插进他脑门里 就这样 罪劫也没有丝毫地停留 继续向前飞过去 就听见一声闷响 安鬼子的脑袋突然爆开 红白之物洒落一地 他的身子晃晃 最后 带着一枪子鲜血倒在地上 几乎就在尸首倒地的同时 围着安鬼子的所有魂毛 突然就发起了狂 抓起身边最近的几个人 在他们身上不停地撕咬 场面转瞬之间就发生了变化 剩下的这些人开始大乱 跟安鬼子同样装束的人 嘴里怪叫着 想尝试着控制这些魂毛 但是发狂的魂毛根本就不受控制 甚至其中还有几个魂毛 竟然冲着其中一个人扑了过去 要不是他闪得快 恐怕就直接陪着安鬼子他们走了 本来只是想着干掉带头的安鬼子 想不到会引发这么大的场 现在看来已经不需要我动手了 只要保持安全的距离 这些发狂的魂毛就会解决一切 林峰绝对想不到 发狂的魂毛会这么六亲不认 真是成也魂毛 败也魂毛了 我正打算绕开这儿 去给高亮和萧和尚帮忙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声长笑 随后又是一阵像是鬼哭一样的怪叫声 随着怪叫声的响起 发狂的魂毛慢慢安静了下来 还没等我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 一个冷冷的声音开口 姓沈的小子往这儿看 是林峰的声音 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看过去 第一眼看见 是高胖子已经被人制住 他的短见已经到了另外一人的手上 现在正憋着他的脖子 只要轻轻向前一送 高举杠就要和合的个儿一个下场 这时候的高亮像是中了什么树法 他的眼睛紧闭 脸色苍白 身体微微大坏 而萧和尚趴在距离高亮不远的地方 看他好像不行了的样子 吓了我一跳 好在后背微微的起伏 证明了萧和尚多少还能撑一段时间 出乎我意料的是 制度高胖子的并不是林峰 拿着短见在高亮脖子上比亮的 竟然是刚才口口声声说不玩了的萧四阳 沈拉 高局长的命在你的手上 不用我说 你也该知道怎么办了吧 之前完全没有想到 高亮这只老狐狸也会被人制住 对这样的情形也没有丝毫的准备 心里就像一团乱蚂一样 正在盘算怎么能给萧四阳来一下子 还不伤到高亮的时候 就听见又有人一声大吼 放了他 把他放了 要什么东西都给你 好文明举着梁天池 摇摇晃晃走到林峰和萧四阳的身前 萧四阳看着好文明的样子 冷冷开口 好老二 你是这么和我说话吗 好文明瞪着萧四阳 喘了几口粗气 随后他长叹一声 将手中的梁天池扔到了地上 回头看着我 辣子 你也把家伙扔了吧 虽然明知道现在丢了家伙 就是一败涂地 但是看着好文明的样子 就算我不扔短剑 他也会过来抢 老主任不能得罪 更何况高亮已经在他们手上了 没有了高局长坐镇 真的看不到我们这边还有反败的希望 算了 这次人在 就这么着吧 就在我要将短剑丢到地上的前一刻 萧四阳突然开口 别什么让 我又不是吓子 一会儿你照着手 他就又回来了 我倒是想直接给你 不过你敢接吗 说得好 你倒是提醒我了 你的家伙我是不敢接啊 而且怎么出力我都不放心 看来除非你死了 这两把短剑才不会有什么威胁 听了他的话之后 我将发剑紧紧握在手中 另外一只手 向着罪剑落地的方位虚撞 罪剑也被我抓在手中 双剑在手之后 我瞪着萧四阳 来吧 你过来杀了我呀 不行 萧四阳手上的短剑轻轻一抹 在高亮脖子上浅浅地割开了一道口子 虽然伤口并不深 但鲜血立即就流了下来 一瞬间 高亮的脖子血淋淋的 虽然知道没有大碍 不过看着还是挺吓人的 萧四阳另外的一只手 沾了高亮的鲜血 送到嘴边舔了舔 牛俩看着眼睛里 已经快要冒出火的好文明 好文明啊 你去替我解决这小家伙 手脚最好麻利点 要是你们俩想玩什么猫腻 我第一个先送高狐狸下去 四叔 您稍等一下 萧四阳刚刚说完之后 想不到首先拦他的会是林峰 他凑到萧四阳的耳边 小声嘀咕了几句 不过看来他的话没有起到作用 那是你的事和我无关 不过天里头一旦卡在这儿拿不出去的话 我就替死鬼消散打扒了你的皮 好文明 你在等什么 是不是要我欠点高狐狸的零村 你才舍得动手 好文明 背着气的浑身发动 但是碍于高粱就无可奈何 最后慢慢地转过身来 冲着我 惨然一笑 辣子 对不住了 不如我说 这事完了之后 我下去再跟你赔不是 说完之后 他也不见梁天池 赤手空拳就向我扑了过来 好文明哪是什么跟我拼命 他生生将身子迎着我的剑锋撞过来 大海之下 我连忙将短剑撤了回来 藏在身后 好文明可并不算完 突然飞起一脚 踢中了我的胸口 这一脚的力量并不算大 可能是想逼我比划两下 好再找机会往剑刃上撞 但是他踢中的地方不好 正好是种子的范围 还没等他来得及撤脚呢 种子的力量再次向着被踢中的部位 喷了出去